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德华不胜其烦,另一方面,德华多年前因打麻将以致债台高筑连累家庭,弟弟天乐因此仇视德华而且极度憎恨麻将,自此与母亲相依为命而且兄弟老死不相往来,天乐凭一己实力图强读书,希望为母亲带来安稳生活,可惜在经济不仅弃下失业,且变成负资产,母亲更患上了阿兹海默症,德华以打麻将替母疫病之余绝重新担起这头家,一回天乐被青云一伙人诈骗输光, 德华为弟弟出头找青云出气,后来青云排击不如德华大败,青云欲败德华为师但悲剧,勇气龙凶后又再出现找德华但再次被绝爱,悲愤之下诅咒德华一是摸烂牌,另一方面青云却看重永齐对永齐展开追求,永齐为刺激德华而接受青云,青云叫永齐任意妄为结果永齐排品越来越差,德华不忍永齐越学越坏想开导永齐,遭青云是麻将局刁难,怎料永齐的诅咒竟莫名其妙, 德华连场败辈被青云迎进家财,一家搬回乌村居住天乐和德华兄弟患难见真情,因此前嫌尽事,永齐内就连累德华德华借烂牌教导永齐做人道理,向他指出人品好,排品自然好,终令永齐毛色顿开,向青云提出分手,天乐和彩儿设计的游戏城市,成功获日本一间电脑公司选中,并举行立姑立姑麻将侠麻将大赛做宣传, 德华为支持报名参加青云一直视德华为宿敌,同样参加比赛处处针对德华打,最终德华沉着应战由逆境牌打到顺境,结果胜出比赛成为真正的麻将大侠,如果想观看更多视频的话,请订阅此频道。